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說一下 恆大公務團美女余雲許家印豪宅網絡曝光 她的特殊癖好被挖出,網友奴批,嬌車任日。 習近平十一招待會嚴防暗殺, 中國民眾不畏打壓,要求民主自由的權利。 在進入話題之前請你先點讚、訂閱, 你的支持能幫助我們這個頻道成長,讓更多人瞭解真相。 恆大創辦人許家印日前被捕, 該集團旗下的一個大型公務團也跟著曝光。 恆大公務團成立於2010年10月,註冊資本200萬元, 由恆大集團百分之一百控股。 公務團裡都是年輕茅美、才藝兼備的女生, 他們除了表演還擔負集團的公關工作。 這個歌舞團是許家印的驕傲,也是他的一大消費和投資。 據《星島日報》報導,歌舞團的招聘標準非常嚴格, 除了外貌要求必須符合年輕、美麗、 舞姿優美等基本條件, 還必須是名校畢業的民族舞學生, 博拼入團機率才比較高。 據傳最後一輪面試由許家印親自決定。 這個歌舞團自成立以來參加過多次央視春曼演出, 但主要是為許家印個人及其客戶服務。 據媒體報導許家印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讓歌舞團表演節目,他在台下慢慢欣賞。 網友評論說,歌舞團做什麼的大家心裡有數, 養齡是身份的象徵, 有錢人的奢華你無法想像。 根據《年報》資訊顯示,該歌舞團2019年最高參保人數為78人, 但在去年參保人數以降為零,外界猜測歌舞團可能已經解散。 許家印曾圍列亞洲大二大富豪, 2021年的身家高達2040億元。 他不僅經營歌舞團,在廣內外還擁有多座豪宅。 他位於北京的一座豪宅近日引起網友關注和熱議。 這座豪宅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十薩海附近。 這裡是一個風景區,靠近北京城的中軸線與中南海相連。 影片顯示一名北京老街坊介紹說, 豪宅旁邊的河叫玉河,是過去皇上搓小船走過的地方, 是京城大雲河的源頭。 這裡是一座喜派的四合院,高高的灰色青磚圍牆, 正門封住,還未建好。 從影片中看到,這座宅園建築面積不小, 又處在黃金地段,按照北京市的房價價值可能過億。 這名老街坊說, 許家印的豪宅與馬雲的豪宅相論。 馬雲的豪宅有四千平米,地下有三層。 有網友留言說, 許家印遇多名恆大高管被捉後, 一份命為恆大集團領導客市檔案記錄的民黨被媒體翻出, 引起網友熱議。 這張表格信息之全面,內容之細緻令人驚訝。 據這份民黨信息, 許家印入住酒店的喜好共有十幾條。 例如, 除了秘書保鏢和私人管家, 其他人員特別是男性不可接近。 房間配加濕氣,濕度不能大於百分之五十。 雖開淨化器,但不能有噪音。 晚上睡眠時, 所有機器上有光亮的地方, 需要用黑色膠布貼著。 晚上睡覺時,要絕對安靜,等等。 有網友評論說, 在餐飲喜好方面, 許家印只吃進口水果。 比如日本溫生蜜瓜、日本香蔭青蹄、 晴黃西瓜以及東棗芒果等特別甜的水果。 他喜歡吃療心和魚, 既食容易上火、辣和海鮮類食物。 許家印的豪宅和他的特殊癖好接連曝光, 特別是恒大歌舞團已經在前年解散, 為何中共當局現在將他翻出來熱炒?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 習近平當局近年來一手造成經濟困境民怨沸騰, 現在易請自許家印這樣的商界大坑來轉移焦點, 將民眾的憤痕轉嫁給這些負傷。 許家印很可能被判刑坐牢, 他的結局會令很多商人, 尤其是大商人負傷普遍感到恐懼, 一方面是吐死狐悲, 另一方面造成一種寒蟬效應, 在中國經濟形勢惡化的情況下, 中共很可能拿諸多商人開刀制旗。 根據外媒的爆料, 許家印9月初已經被警方帶走, 正在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在指定地點被監視居住和居家監視居住不同。 中國之間被失蹤的著名律師高志成, 曾經揭露他被指定監視居住的真相。 他寫文章控訴被指定監視居住的地方就是中共的私設監獄。 有許多人正表示, 在被指定監視居住期間可能遭到非人的刑訊逼供, 遇長時間不允許休息和睡覺, 被轟炸式疲勞審訊等。 看來許家印可能正在經歷他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時期。 習近平時刻擔心自己被暗殺, 每次出國訪問或在國內視察, 在安保上都做到滴水不流。 他不僅外出事如臨大敵, 甚至黨內高層開演會他的貼身保鏢也寸步不離。 9月28日, 中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見證74週年招待會, 習近平的貼身保鏢分外搶硬, 這名男子一面嚴肅, 緊釘全場, 與習近平的強顏歡笑形成鮮明對比。 習近平上台後, 在重大會議上首度啟用男服務員。 於突發事件時, 這些人可以立刻變身保鏢, 由此可見習近平的心機。 中共官媒的影片顯示, 在這次招待演會上, 這名保鏢也是以男服務員的裝扮出現, 緊跟在習近平的身邊。 在習舉杯敬酒時, 這名保鏢一面嚴肅, 緊釘一種向習欠美的高官, 似乎是防止現場有人對習不離。 在胡錦濤時期, 在酒會上通常只有女服務員在胡錦濤的身邊, 而安排男保鏢是習近平上台後, 2013年後才出現的。 據美國媒體報導, 習近平身邊有高人指點, 他特別害怕被暗殺, 做了許多措施防範。 評論人士岳山澤民表示, 習近平每次春行的安保佈局都是驚人的。 到地方視察, 偶遇出來笑眠相迎的都是官員挑選過的臨時演員。 去年七一, 習近平訪港兩天, 罕見地不在香港過夜, 並勝出從內地帶去的防彈車。 香港《明報》曾報導, 有一個河南人叫任建永, 在塔吉克首都道上別經營一家餐館, 專門負責接待中共的外賓。 任建永透露, 2014年習近平出訪的時候, 他的餐館負責給中共訪問團煮飯。 訪問團150人, 加上中共駐塔吉克事館等工作人員, 共200餘人的三餐傳由他的餐館承包。 他說:「幾天幾夜我幾乎都沒睡覺, 不斷切菜備料, 距了就在餐館裡睡一會, 前後製作了10餐飯。 訪問團的飲食不可以出半點差錯, 全部材料採購都要有單據來源可查, 政治任務壓力極大。 他還說了一個細節, 餐廳的負責人和廚師都要倒查三代, 就是看看你政治立場是否和中共站在一起, 對中共是否忠誠。 而習近平的餐飲, 專門由幾名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的廚師親自負責。 媒體人刺板名夫對此表示, 統治者表現出對部下的強烈不信任感, 成批清算自己的部下在人類歷史上, 往往是獨裁政權末期的場景。 岳山表示, 如今習近平甚至在十一招待會這種親信聚會上都如此緊張, 更加印證了中共紅潮到了末期的末期。 十一前夕, 廣東等地出現要求自由、民主訴求的標語。 深圳也有類似口號,令當局非常緊張。 近日美國媒體收到爆料稱, 在廣東看到言論自由訴求的標語, 吸引很多盧人的目光並且拍照。 過了沒多久,警察就到了, 將周圍所有人的手機都檢查了一片, 讓大家將照片刪除, 並且恐嚇不要將這件事說出去。 爆料人提供的照片顯示, 在一塊黑色圍欄的宣傳牌上, 原本的背景是一言九鼎重於泰山的官宣標語,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手寫的黑色默跡標語, 言論自由、百姓訴求、放非自我、民主傲遊、 齊心牽手、拆出自由。 文末還附帶了兩個同樣意思的英文標籤, 《World New Revolution》 另一處標語是紅色默水的手寫字跡, 內容與黑色版標語完全相同。 爆料人稱,等到朋友下班再經過那裡的時候, 這個標語已經被清理。 較早時候有知情人告知記者, 在深圳地鐵口、店舖也出現了要求民主的口號, 還有習近平下台等標語。 內部人士爆料稱, 當地政府對此高度緊張, 派人不定時去街上查看, 看到就要撕毀。 早前無奈,一個女孩爬上一棟高樓, 揮舞美國的星條旗, 還殺全單寫的是美國的獨立尊言, 港民主、自由、憲政等等。 中共也是驚恐萬分。 儘管這些事很零星,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療緣, 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可以燃起一片紅紅大火。 民怨沸騰,人民再覺醒。 中共已經處於高危狀態, 隨時都可能崩塌。 好,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時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